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忠诚,老吴跟吴唐,跟各位聊这个诗词 这个王维,这本他的专辑 昨天有一首诗,王维的诗我们可能记得的很多 但是有很多也不见得记得 因为你必须要看他的全集,就是网川集 那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篇叫做老将行 我这边画一个老人家 宝江两耳听秋风 好,来,我们来直接跟各位分享 可能我可以在网络上收到他的全文 然后可以贴在下面,如果收不到就算了 少年十五、二十十 步行夺得狐马纪 射杀山中白鹅虎 啃蜀夜下黄须儿 一身转战三千里 一剑成当百万师 汉兵奋训如霹雳 鲁骑崩溃 崩腾未及离 魏青不敢游天性 离广无功 元素其 自从气质便衰朽 世事戳脱成白手 习时飞见无权木 今日垂柳升佐轴 路旁石脉顾猴瓜 门前学众鲜身柳 苍茫古墓连穷象 遼落寒山对虚拥 寺令苏勒出飞象 不是尹穿空十九 赫兰山下正如雨 雨溪交辞日系文 劫时山河穆少年 穆年少 招书武道出将军 四府铁衣如雪色 辽词宝剑动心闻 愿得燕宫设天江 此令月甲名无君 莫玄旧日云中守 游堪一战取功勋 这里面用了很多的典故 只要讲这个老将 这个老将并不是 你可以一看就知道 这个老将是 他不是指的黎广 因为他中间讲到黎广 还有那个魏清 那里面用了很多 比如说汉冰 还有这个乳记 还有魏吉黎 吉黎是铁吉黎 就是三角林的 那个日本的 那是藏马跟藏人的 就撒在地下之后 那个马骑过去之后 马会被踩到 脚受伤就不能跑了 刚才 刚才那个第一句 少年十五二十十 这句话 起头很多的诗 都用这句话起头 那这个老将行 就是这个 这个解脚归田的老将 他年轻的时候 有多么的英勇 像我是1955年出生在 那个高雄市 转运区的 蛙人村 所以我见过很多老将 那个步行夺得 虎马 虎马记 那是李广的故事 他是走路 结果居然能够翻身上 把那个虎记 推到马下 然后他骑到马 逃命 射杀山中白鹅虎 这也是李广 就是 平民寻百语 莫在十楞中 那个故事 精诚所至 精识为开 那个故事 肯蜀夜下 黄须而一身转战三千里 一剑成当百万师 这种英雄豪杰很多 汉兵奋训如霹雳 虎鲁崩腾 魏吉利 魏清不敢游天性 魏清的运气很好 年纪很轻就领兵 而且除了他姐姐是魏子夫之外 实际上他本身也是从继奴出身的 他是低贱的那个角色出身的 所以他真的是英勇善战 十八岁就领军 然后二十几岁就建立很多功勋 而且屡战屡胜 他的屡战屡胜并不是靠很多的人 而是他们那些人都是赶死队 离广无功 袁肃奇 在离广最后无功 到老无疯 而且还自杀 因为他要判军法 我曾经讲离广那一集我已经讲过 他跟他的属下讲说 你们不要跟着我去 我一个人去就好了 我去受死 结果他走在半途 他觉得非常的悔恨 离广他们家六四是做弓箭出身的 所以离广这个 大家都是左右开弓什么的 故事很多 结果他在路上 他越想越懊恼 因为那是因为沙漠的关系 风暴的关系 所以他迟到 军队要定期要集结 没集结到他 就认为说 他违反军令 所以这违令则斩 所以离广在自己单继去赴死的时候 走到路上的时候 他悔恨 一生的 到老无疯还不打警 最后还要判军法 要判死刑 结果他就在路上 就文警自尽 所以离广的故事实在是可歌可泣 自从气质变衰朽 事事蹉跎成白手 习时飞溅 无全目 今日垂扬身左肘 以前我摆布穿阳 现在你看我家里已经荒凉到左肘旁边的阳柳都长了 路边石脉顾侯瓜 这都是典故 门前学众先生柳 吴柳先生 苍茫古墓连穷巷 辽落寒山对虚拥 施令苏勒出飞拳 苏勒是那个时候在通西域 苏勒是今天的新疆 新疆什么地方 我一下记不出来 不是尹川空十九 尹川是一个俊名 客家人姓成的 很多人都是尹川堂是因为那是俊旺 那实际上尹川堂不只姓成的很多地方 尹川在河南 赫兰山下正如雨 这都是通西域的时候的 雨溪交辞日系文 雨溪就是那个舰上绑的那个另舰 叫雨溪 这个每天都有 快速的 以前在那个快马传递的时候 就是在那个八百里夹井上面 他那个信上面会插个羽毛 意思就是要 就是这个换马不换人的 一路上要跑到那边去 八百里夹井 劫死三河慕年少 招书无道出将军 无道招书请将军出马 似佛铁鱼如血色 这个将军已经老了 就像那个木兰 木兰从军 木兰的爸爸叫什么 就是这个军书十二卷 卷卷有爷名 那个阿爹无大儿 木兰无长兄 那个老头还要 还要被 那个军书